最近我們就是忙於演唱會的訓練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 我們想要成為一個最頂尖的訓練師 厲害了吧 神奇寶貝訓練師 目前我們團裡面最厲害的訓練師 就是我們師承 開玩笑 這個需要介紹一下吧 你們有沒有看過 化石翼龍 化石翼龍耶 欸欸欸欸欸欸 跑到哪裡去 跑到哪裡去 太多了吧欸 用CP啦 直接來CP最高 你們知道化石翼龍在PTT上面 PPT上面討論是很頂的 哇賽 基本上 我是孵10公里的蛋不小心孵到的 哈哈哈哈 不是抓到的 是孵10公里的蛋不小心孵到的 那個很難 對 非常難得 10公里就等於說 除了練舞以外他都在玩遊戲 對 沒有啦 不能這樣亂講好不好 真的很誇張喔 因為我們現在排練時間都很緊嘛 對不對 就可能早上10點到12點去練 然後一個小時車程去別地方 對 跟你講他們連一個小時都要玩 邊開車邊玩 而且 欸 沒有啦 欸 我還沒說完 他邊開車叫我幫他玩 邊開車請別人吧 對 我在開車我怎麼敢玩啊 拜託 我是把手機交給孟遠 對沒錯 所以他們很厲害的是 把握時間 把握時間 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 而且還是要呼籲一下 你在路上啊 千萬不要低頭 然後邊玩 開車也千萬不要玩 騎腳車千萬不要玩 非常的危險 欸 沒有啦 我是在安全區域好不好 我發現最近的車禍真的越來越多了 我就開個車然後去 就是去練舞的路上 過程中大概就三四個車禍現場 我覺得太誇張了 你們真的要注意安全 欸你說你坐計程車那個 坐計程車那個 坐計程車那個 Uber 我說Uber Uber的司機 也在玩寶可夢 你還在給我抓球 你搞什麼東西啊 最重要的就是 這遊戲雖然好玩 但最重要就是注意安全 然後不要去影響到其他的人 我的 就是沒有發時間在用 對 因為我的時間拿去練舞跟練唱歌 對 所以就沒什麼玩 這樣子 像這個 喔沒有啦 我比較不會玩 但是老師昨天誇我說 跳舞跳得比你好 喔 喔 沒關係 我現在把遊戲刪掉 沒有我的 我的真的就還好啦 看一下看一下 OK啦 對啊 幾集喔 七集而已 沒有基本上呢 Lucky7 簡配 這個是 全配 這個是豪華集 我是旗艦版 旗艦版 對旗艦版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幕後的BoneSquad 經紀人Debbie Debbie來 Debbie來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強 我們最厲害的是我們的經紀人 Debbie超可怕的 我跟你講 他超強的 你們假如 可以上我們粉絲專業meDebbie 他超多 超稀有的神奇寶貝 九尾湖你們知道嗎 九尾湖你們有嗎 九尾去哪裡找啊 有人家九尾 有人聽到 有人聽到 宣揚一下 我們經紀人有九尾喔 我跟你講 現在只要在這邊大喊 旁邊有九尾湖 我跟你講 這邊十個人有九個人會跑過去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跑得跳湖了 不誇張 Debbie還有什麼 雷秋 雷秋 皮卡丘要很多食材 旁邊有雷秋 都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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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來都來 又會跑過來 我發現他好玩的地方 其實你會覺得說 那些人到底在抓神奇寶貝 只是抓了收服有什麼用 你錯了 抓了收服以後 你要怎麼樣玩他的進化 看他華麗的進化 然後還有 道館 雷台 你要怎麼樣去跟人家PK 再來 你知道他都超夢嗎 你有超跑也不一定有超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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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想要超跑欸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點喪心病狂欸 我也比較想要超跑 哈哈 他是眼神太可怕了 開玩笑 其實他主要好玩的地方 是因為他融合台灣的街景 就是融合你的生活 所以你不是在玩一個虛擬 你等於是一個現實中 然後你真的可以去抓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好玩的地方 所以你在路上看到那種 公園啊什麼 劇情一排坐在那邊 我跟你講 十年來台灣的十大奇景 就是今天 真的 我跟你講不誇張 昨天有 回家兩點多 我家對面的公園都是人 我以為跨年欸 大家坐在那邊抓神奇寶貝 太誇張了 而且 我在網路上分享一張 就是圖蠻有趣的 因為大家就說 一個圖文嘛 說你永遠不要覺得 你永遠不受別人的矚目 你有一天會成為很重要的人物 台灣變電箱 台灣變電箱 對 轉一轉就有寶貝球 跟一些寶物 我跟你講 這個是很有趣 這回大哥昨天凌晨2點開車出去 抓神奇寶貝 不是開車 我滑滑板 因為我想說今天 就是要記得會 想說滑滑板去一下水種 結果今天來還是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把那個伊布改成屍成 因為他CP值大概26而已 屍成對我來說CP值大概就26 那也太低了吧 拜託 26很低欸 OKOK 對對對 我要補到下面 要補了嗎 快快快 我教你用炫球 快快刷 欸打到 欸小樂怎麼那麼難抓啊 這蠻想打到他下面的 快快快 有有有 欸有有有 欸重重重 欸不對不對不對 沒收訓了 哇 沒收訓了 跑掉了 捕捉失敗 就讓小樂走了 我絕招是電磁波 對 就我小學的時候啊 大家不是一二年級 要升三四年級 要分班了嗎 然後大家是不是會寫一個本子 你們會這樣嗎 就是寫名字啊 然後寫什麼地址電話啊 交換交換那個 交換那個 對然後寫一個 然後有一格是未來志向 對 那個時候我超迷神奇寶貝 我那時候未來志向 大家都寫什麼醫生老師 對 我寫神奇寶貝大師 真的假的 那你看看起來 你到三四年級的時候 心智發育真的是不完全 沒錯 所以我剛剛那個名字就是 我後來的稱號 小智學 其實我很想玩認真的 但是 我真的就是怕 我真的覺得我玩了會 你看那群男子漢 我那群師弟這樣一玩 他們每個人都叫我不要玩 他說這個真的玩了會停不下來 那麼五個人一直抓一直抓 不過他們好像真的蠻厲害的 詩誠你們聽他說 他抓神奇寶貝 有個地方他會出現說 等一下過五分鐘 在這邊會有一個很好的怪獸 過五分鐘會出現 他就 他們就這樣開車玩耶 他們就開車到定點那邊抓神奇寶貝 然後再開車往下一個點 對 為了抓神奇寶貝 在這邊開車 對 我說那你乾脆之後 轉行做Uber 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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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